健康议题告诉您 高雄有一名40岁的电焊工 他走路最近常常摔倒 一度还以为是鬼绊脚还去求神呢 事后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太对劲怪怪的 赶紧去就医检查 应检查之后才终于排除了鬼神之说 原来是因为他工作9吨的缘故 造成肥神经受损 脚才会逐渐无力 脚掌无法抬起来 那走路的时候就容易踢到或者被绊倒 高雄一名从事电焊工的男子走路走一走 明明没踢到东西却无故扑街跌倒 而这情况还时不时发生 原来都是因为工作时常蹲着惹的祸 等于他脚踝的活动越来越没力 我们在医学上叫做垂足 在早期的时候他稍微没力的时候 其实他脚已经有稍微垂下来了 那垂下来那时候跨门槛就容易被门槛绊倒 由于政治农历七月一度以为遇上鬼绊脚 赶紧求神问步 但迟迟没有好转 眼见事态不对就医检查 经过神经传导测试后 确定是垂足 也就是肥神经受损 造成右脚掌无法撬起才会摔倒 韧带比较退化之后 它会变得比较硬 比较厚 然后比较没弹性 当我们蹲的时候 就会把这块肌肉把它拉紧了 就产生一个不可逆的反应 那就会造成垂足 只要是久战或是长期会蹲下工作的人 都是高危险群 还有这一种状况 长期这样下来也会造成压迫 虽然不会造成垂足那么严重 但是它会造成小腿外侧到脚板 也会酸满 不少女性坐着都爱撬脚 医师也强调 不仅会影响脊椎骨盆外 也会造成肥神经受损 她也提醒民众 同一姿势别维持太久 才能避免伤害 悄悄找上门 借王一玉高雄报导